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个啥 小康社会不是新词 甭管问谁都而熟能详 可小康社会究竟是个啥 估计没几个人知道 十三五开宗明义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下面小编用三个故事 给您说个清楚 道个明白 话题一 小康社会的由来 话说中国有本古书叫李济 小康一词用来描绘一种 社会模式最早出自这里 他是这样说的 国运清明 民无激谨 未知小康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小康是国家比较安宁清明 百姓丰衣足食的社会状态 话题二 小康社会的发展 最早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曾将小康概念作为自己的革命理想 他在三民主义中说 民有民智民想就是所追求的大同小康世界 1979年底 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方 他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 即使到二十世纪末 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 从理论上最早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命题 1982年 党的十二大把小康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1987年 党的十三大正式将实现小康列为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目标 2002年 党的十六大提出今后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 2007年 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 2012年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2015年 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十三五规划建议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制定具体路线图 话题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内涵 小华一家生活在城市是个标准的工薪阶层 一套九十平米的住房 一辆待补车 小华很能吃苦 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五年奋斗目标 2020年 公司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保持20万的年收入水平 家庭化销重点不再是吃喝拉撒 而是有更多的钱用于参加健身俱乐部 学习培训班 亲子娱乐活动等方面 把在农村的父母接来北京 给老人买套温馨的房子 吃上更健康 更绿色的各类食品 孩子上个好学校 学到丰富的知识 成为聪明伶俐的好孩子 小区环境更加优美 周边公园等设施齐全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十三五规划描绘出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蓝图 用三个词来形容 塑形 强体 筑魂 塑形 到2020年建成一个成熟定型的中国 包括建设服务型政府 建成开放型经济体系 建成创新型国家 建立学习型社会 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加快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等 强体 到2020年 在方方面面建成体魄健康的中国 包括产业强 人才强 法治强 文化强 环境优美 人民身体健康 全民富裕等 祝魂 到2020年 形成一个昂扬向上的中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入人心 内化于心 外化于形 雅民之中 五岸 未来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